欢迎们好 我们继续分享毛泽东大传 我们继续说毛主席的父亲 那么我们昨天 前天 说了一个显为人知的另外一面的 毛主席的父亲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一个中国的 进取的先进的农民 那么为什么 这个后来大家广为人知的毛主席的父亲 是那个自私的刻薄的父亲 我们说一个是跟毛主席跟思诺谈话 那个内容有关系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尽管毛一昌是同时代 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分子 但是时代的局限 等等 他也让毛一昌 在他的身上 这个体现了他的进步性 和前面性的同时 也有他落后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 作为 一个富裕的农民 同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不可避免的 所有的阶级 自身阶级的局限 所以呢 这个他也就不可避免的 在自己的这个持家和经营的这个过程中 做出一些个 在行业里看来 司空见惯 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母亲 那这样一个佛教徒 这样的一个 和他们养育出来的 这样一个未来的 中国人兵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 那个少年时代的毛泽东 所不接受 和不认可的一些的事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文献版的毛泽东传 那 开篇都讲了这个故事 就说什么呢 就说是 这个 毛一昌 有了余钱就去买田吗 谁的钱 谁的田 只要 这个游历可图 他都去买 他都去买 说他 毛一昌有一个堂地 叫毛菊生 家境非常非常的贫苦 家里有七亩水田 那是养家户口 那是 但这个水 这片水田呢 不错 伤情不错 说这个毛一昌呢 这个 很久 就惦记这个 自己这个堂地家 七亩水田 机会来了 就在毛菊生 他们家的生计 最困难的时候 毛一昌 带着县大洋 上他们家去 就在 说的 这个 这个 平常一点的话 叫乘人之危的 就是这个水 最困难的时候 那你想 这个七亩水田 在那个时候 是什么样的价钱 那就可以谈得通的 于是呢 毛一昌就把这七亩水田 自己堂地的水田 就给卖下来 尽管毛主席的母亲 和毛主席 他们都极力的反对 他这么做 但是毛一昌 有自己的这个道路 是不是 在商言商 他理直气壮 他说我用钱买田 他卖 我买这天经地义 这和兄弟不兄弟 这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 合格的 纯粹的商人 是不是 但是 他爸爸做的 毛一昌做的这件事 给少年毛主席的心里 留下了非常 非常不好的 这样的这个记忆 后来见过以后 这个毛泽连 就是毛俱生的儿子 毛泽连 不久一次去北京 看毛主席 然后这个 毛主席 在北京跟毛泽连 谈话的时候 就说过这件事 他说 旧社会的所有制 使兄弟间也不顾情 我父亲和二叔 就是指毛泽连的爸爸 就是这个毛俱生 说我父亲和二叔 是堂兄弟 买二叔的七亩田的时候 就只顾自己发财 全无手足之情 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 毛主席说 毛主席说 我后来思考这件事 这件事 我认亲了 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 才能够根绝这类事 于是下决心 要寻找一条 解放贫困农民的道路 这是毛主席见过以后 跟毛主席生的儿子 也是自己的这个表弟 堂弟 发的这番感慨 还依旧认为什么 他爸爸买他二叔的这个田 是不对的 尽管这个呢 毛主席这时候的认识 那已经是 这个高屋建领的认识了 毛主席那时候 已经不把他这个责任紧紧 这个这个这个 落在他自己父亲的身上 他认识到了 他认识到了什么 他认识到了 这是一个旧社会的所有制度 造成的这样的兄弟相残 这样的应该说这种这个这个这个 悲剧 也算是悲剧 所以归根结底 毛主席认识到只有 并且 必须改造 彻底的改造这个社会 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事儿毕竟是出来了 给毛主席新 幼小的心灵留下了 极其不良的这样的回忆 所以 儿子吧 孩子 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都是父亲的冤家 是不是 儿子进入内反期之后 那都视自己的爸爸为敌人 这是人类社会的这个普遍性 恶气不思情节也好 什么也好 是不是 这是 这是这个 有人类以来的 普遍的现象 所以大家说 说儿子只有到三四十岁以后 才开始 慢慢的认识 理解了 自己的父亲 然后 因为他也成为父亲 是不是 然后呢 儿子一般 长大了之后 都跟 父亲 慢慢慢慢的 跟父亲 都 这个 会 超越 少年时代的 那份纠结 那份敌对 而走向一种亲和 和彼此的这种 这 这这这 这种 那种什么 长大后就成了你的感觉 但是呢 毛主席作为一个 这个彻底的革命者 彻底的革命家 不是啊 起码在三六年的窑洞里头 跟斯诺谈话的时候 我相信 那个时候 毛主席 对他自己的父亲 他还是有一部分 还是有一部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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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怨气的 还是有一部分 所以呢 他才跟斯诺推心之腹 说了那么多 自己小的时候 在父亲的高压 管理之下的 自己的一些 的成长的故事 于是呢 热爱毛主席的中国人民 就记住了 毛主席这个父亲 所以自私又渴望 但事实上啊 事实上呢 这不是 毛一昌个人的责任 也不是毛一昌 这个人的 全部的人品 和德行 我们说了 他在生意场上 是个优秀的商人 他在 这个田间地笼 是一个 赤孔耐劳的 优秀的中国农民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其实毛一昌这个人 是一个 很无私的人 事实上 他是很无私 你看他做的那些事情 好像都很自私 但事实上呢 他是为了这个家 他是为了这个家业 这份家产 但是这份家业 置办起来 家产置办起来之后 他给谁 他还不是给自己的儿子 打江山吗 那你是能说 他是个自私的人吗 尤其是他对待毛主席 在毛主席成长的过程中 毛主席的父亲 做一个父亲 那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是一个慷慨的父亲 是一个 这个懂大道理的 这样的一个父亲 毛主席那个时候 从1910年秋天 离家去东山求学 一路上包括他后来 半年以后到长沙 他几年之内 他是没有任何 他也不清国典学 他也不屑 做那些东西 他要救国救民 是不是 一路之差 这个毛主席的父亲 那是一个淫源 一个淫源的支持着 毛主席的学业 你现在回头说 那就支持了毛主席的 早期的革命 革命生涯呀 那是毛主席的父亲 用这个银元给支撑过来的 这个是历史呀 这个是事实呀 这个是事实呀 你一般的当时的那种 纯粹的农村生长 在农村的那个父亲 有几个人能做到 别的我说 大地主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这个毫无怨言 也骂几句 也骂几句 但是到给钱的时候 一个子不差 这样的父亲 那个时候 那还是恐龙一般 还是恐龙一般 而你要知道 他支持的是毛主席 毛主席 他也知道了 毛主席的远大志向 然后呢 你要换上别的父亲 可能一说 他把你老老实实 他跟我回家种地 就得了 是不是啊 事实上的毛一昌 对毛主席早年的这个规划 他也不知道毛主席是 未来的中国人民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 是不是啊 他爱自己的儿子 他也很看重自己的 这个长子 所以他从小呢 之所以对毛主席苛刻 严肃此母 是不是啊 这个子不 这个叫不言 子不叫父之过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今天的中国人的国 我念你 包括我刘老师的观念里 也是这个东西 我儿子在成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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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中 啊 我也 做的不一定 比毛主席的父亲 做的好的 好多少 这师事求是的 啊 啊 这个 老子 啊 是不是啊 父权观念 这个东西 这是文化 啊 这是文化 绝大多数的人 很难摆得脱的 哈哈 啊 那么 正因为他 弃重自己的这个儿子 所以他就总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能像自己一样 是不是啊 哪个父亲都都是这个心里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向自己并且超越自己啊 甚至的把自己一生中我该做没做到的或没做好的一些事儿呢 让自己的儿子啊 都给他 补传了 补齐了 这觉得这个儿子他妈的 才足以让自己自豪 这是天下 绝大多数普普通通中国父亲的普遍的 这样的心理 是不是啊 啊 毛主席那个时候 他就 农民的儿子会种地吗 不会种地 你怎么做农民呢 是不是啊 所以毛主席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毛主席干农活了 啊 然后呢就毛主席刚刚读了几年读读读诗书什么的 会打打算盘了 毛主席的父亲就让他开始 给家里积诈 其实他是在刻意的培养毛主席 想把他培养成德制体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农民 是不是啊 会干农活 会持家 是不是啊 会经营 他甚至就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成为和自己一样的生财有道的这样 精明的一个商人 所以1910年的时候他甚至想过要把毛主席送到乡台的一个米店里做学徒去 你像共产党第一代共产党人里头 你像陈云那是中国的经济管家 新中国的这个这个经济沙皇建国之初的时候 是不是啊 然后计划经济整个体制的这个操盘手 陈云不行 是不是也是从学徒开始吧 电小二开始 先当伙计吗 后来开始 这个店员成长起来之后啊 懂得经济了 是不是啊 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掌柜了 是不是啊 所以毛主席的父亲对毛主席也有这样的规划和期待 但是毛主席生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呢 所以毛主席是你让我做我做 我争取做好 剩一个事情你不要再管我 我是读经书啊 还是读这个三国呀 什么的 这是毛主席自己的人生 他注定了 不会成为毛一昌第二的 而作为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 跟自己的期望 和自己给儿子规划的这道路有所偏离 甚至越走越越走越远 越走越偏的时候 本能是在去 采取家长制的这种高压手段 难以管教 这太再正常不过了 而对毛主席这样的生来的造反者 革命家来说 他爸爸这么对台的话 那那那父子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是吧 这很正常 但是 这不意味着什么 这不意味着毛主席 那这个对自己的父亲 比如说他是仇妇 还是不是的 毛主席其实对他的父亲 从骨子里来说 他是很感谢他的父亲 他一路求学 他在长沙的时候 他说刚到长沙的时候 自己就一身衣服 刚到东山的时候他就看到 人家富家子弟 穿得很过 都很体面 都很光鲜 毛主席这种东西 一套衣服可以穿得出去 剩下都是很破烂 那么呢 他一路包括到长沙以后 他看到了 王孔子弟家的孩子怎么长大 人家什么家业 什么家产 是不是 而自己能和他们为伍 在一起享受同样的教育 接受同样的教育 然后在一个舞台上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学习成长 毛主席当然知道自己的父亲 对他贡献 奉献了多少 这是第二个 就是儿子叛逆 对自己的父亲 这是天下 普遍天下 但同时事实上 儿子更多的 归根结底 儿子身上更多的 是成绩 要成绩自己父亲身上的一些东西 啊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毛主席一样 在他的父亲身上 继承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品质 比如说 作为家长 尽职尽责 勇于担当 然后呢 操持家业 客情客奸 然后说 这个辛苦耐劳 是不是 但同时呢 你看毛主席的父亲 啊 又不握手 成规 啊 勇于 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 勇于去尝试 啊 另外的 啊 一种生活 然后才有了他的成功 再加上 主席的父亲那份倔强 那份赌职 甚至有的说的一些 一点暴躁 啊 这些东西 毛主席身份也都有啊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 会也是 这个 很暴躁 是不是啊 苏区的时候都能打自己的弟弟吗 打毛泽谈 毛泽谈都一边跑一边说 他不能打 不是毛家伞吗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 毛主席是 很感激他的父亲 那么后来 19年的时候 毛主席的母亲 不行就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 毛主席 那时候在长沙 也开始 赚钱了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一时复小啊 什么做主事也好 做什么也好 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收入 那个时候呢 他就 觉得自己父亲 啊 这个 孤苦无依 最后呢 他就 就请自己的唐伯父 毛夫生 做陪 然后呢 就把自己的父亲 接到长沙 然后呢 就跟自己在一起 生活了一段时间 而 这个期间 正好感染他父亲 五十大寿 啊 毛主席呢 还 办了几座酒席 宴请 召集了自己的一些的朋友们 一起给自己的父亲祝寿 啊 祝寿 然后 一遥未尽 还带着自己的 两个弟弟 啊 啊 没有 一个弟弟 没有毛泽民 没有毛泽谭 跟毛泽谭 一起陪着这个 自己的爸爸 跟自己的爸爸 和自己的那个伯父 一起到照相馆 拍了一张照片 啊 留作纪念 你像那个时候 拍张照片都不容易 啊 那事实上呢 这些个 所有的这些个举动啊 啊 这些的 哎 都是表达了 毛主席对父亲的 这份感念的 啊 毛主席对自己的父亲 是进了孝的 尽管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人在北京 没有赶回来 啊 留作了一生的一个遗憾 但是毛主席 归根结底啊 他是感谢他自己的父亲的 啊 并且他也 作为人子 啊 也 啊 在自己的能力 所及发挥之内 回报了 也回报过自己的 父亲的养育之人 啊 那后来呢 这是 毛主席的母亲 2019年 是1919年的 10月份去世 然后三四个月之后 他父亲就去世 毛一长 那么中间 就这个三四个月的中间 毛主席把自己的父亲 接到长沙 啊 在一起 生活过一段时间 啊 伤寒 即兴伤寒 啊 就去世 你看那个时候 中国人的人均 寿命多短 毛主席的母亲 啊 活了52岁 啊 毛主席的父亲 活了50丈 21年 1月 20号 23号 啊 不是几个月 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 啊 一年多以后 毛主席的父亲去世 说到这儿 明天我们说 毛主席的母亲 谢谢大家